亚洲象身形壮硕 力量强大 没有天敌 以食草动物的身份占据了所处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顶端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西双版纳的亚洲象栖息地看一看 眼前的森林是云南省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热带雨林中面积最大 保留最完整的林区 也是亚洲象在我国境内最重要的栖息地 在这里 亚洲象被称为森林工程师 他们的活动 采食过程让密不透风的森林 变得富有层次 富有升级 亚洲象的粪便也充满了过时 虽然产量巨大 却只需要40天就分解完毕 除了成为植物们的天然肥料之外 还养育了诸多的昆虫 同时 大象的粪便还是种子传播机 比如说它吃玉米 而种子它吃下去以后 最后也是消耗不了 最后通过它的粪便又排出来了 这个无种又长起来了 有人说亚洲象不吃其他动物 也不能被吃 不能实现营养循环 是能源的纯消耗者 实则不然 作为森林中最强大的动物 它们是诸多小动物的庇护者 热带雨林被称为地球上稳定性最高的生态系统 因为常年炎热 雨水充沛 森林植被生长快 修复快 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营养构成 让亚洲最大的陆地食草动物 亚洲象 能够世代在此生存繁衍 以亚洲象为顶端的食物链下层 还有着极为丰富的动植物物种 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有800多种 维管树植物有3800多种 包括像西鹿 这个是在全国目前只在云南的西川巴纳有发现 它是最小的偶提类动物